大家好 我是DJ阿周 今天要為各位介紹的是位在上海靜安區的環心酒店 這是一個公寓型的酒店 那我們是在這次的行程當中有入住這間飯店 那這間飯店基本上它離地鐵站非常的近 1號線還有3號線、4號線都非常的近 非常的方便 台幣2100的房間房型 有廚房 我的行李放在這裡 浴室、外加浴缸 非常華盛的房間 有洗衣機 有回波爐 還有燒開水的地方 當然還有一個書桌 這個在上海 才2100塊 這台幣大概2100塊 這環心飯店呢 它最大的特別就是 除了剛剛說的一個洗衣機以外 那另外它這邊有一個微波爐的 那還有就是比較特別的 它的冰箱是長的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買的自己買的東西 就可以給它冰一下 另外它這邊也可以自己製冰 這裡面可以自己製冰 好就是你用這個盤子 裝水之後可以製冰 那這裡面放的還不錯 這是我們來這邊買的3個很便宜 到超市買特價餅 以500公克 大概就是9塊9 那這個水麵糖 也非常的鹹 非常的好吃 來到這邊一定清 各位要買這個水麵糖 這麼大一顆 大概三顆 三顆這麼大一顆 看我的手就知道 這是三顆 大概折算台幣大概100塊錢 非常的便宜 它水麵糖品種非常的多 這是它這邊有褐色的一個冰箱 另外呢 他們這邊做的還不錯 這個一個洗水槽 這廚房的部分 那這是平底鍋 你要煮東西什麼 煮水都可以 另外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這邊有一個廚宇 裡面我們十萬多東西放到這裡面 它洗水槽 大致上是這樣 那整個來講 它這儲具上面 還有填膜 還有填膜 這上面呢 基本上我們打開看裡面 開箱堡 空的 再來開箱堡 又是空的 這是抽油油煙機 這抽油煙機 很簡單 你只要把它拉開 它就開始運作了 有沒有聽到 喔 這是抽油煙機的部分 拿蓋上 再開開開 哇 它還要附設一個 電子鍋 如果你要煮飯 就OK 那我們還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就是要介紹 它的一個更衣室 它這邊有一間更衣室 這邊 我們走進來 這邊是它更衣室的部分 那其實洗完衣服呢 一部分先晾在這裡 那還有湯衣板 當然就是一定會有熨斗 它這邊一定會有所謂的熨斗 我們看一下 冰的位置大概就放在這裡 還有一個湯衣板 那這邊當然是 也會有 保管箱 好 我們出去的時候 東西就可以放在這邊 如果你 以長期 來這邊 它聽說也有長期的可以煮冷 煮冷在這邊 這個大致上就是這樣 唯一的部分 今天我們挑的是有浴缸的部分 那這部分就不會各位介紹 OK 就這樣 OK 這邊有準備洗衣機 那住宿這間飯店呢 唯一的好處就是 每天可以 把浴缸回來之後洗一洗 那 現在我們的洗衣機 目前是運作在烘乾 它也有烘乾功能 不過你如果洗完之後 馬上烘乾 在這邊是比較不適合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本身來講 這台洗衣機呢 洗完之後再烘乾 不會馬上乾 而且你烘 即便烘了一個小時 它也不會乾 你要先把它洗完之後 拿出來 晾在外頭 外頭之後呢 再差不多一點時間之後 再放進去裡面烘 幾乎就容易乾 那而且 一次不能烘太多 大概烘個五六件 那它才比較容易乾 那在操控上呢 這些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呢 這邊都有 跟你標示 用這個旋轉 因為現在在運作 免住不說 一開始的時候 這台機器呢 我們先把這個 Power 電源先開了之後呢 把這個 這個地方先打開 先把這個整個打開 把衣服放進去之後 那之後再選擇 這邊有個選擇鈕 選擇鈕 我們現在選擇是 單 那這邊 這個 調這個的時候 它會跳一跳去看 你要選擇什麼 之後呢 設定的部分在這裡 完全都OK的時候 就按這個Power 如果中間呢 還想要把東西拿出來 或增加東西 也是按這個Power 也是按這個 這個 把它暫停鍵 那之後 之後我們就可以把東西放進去了 大致上 這台洗衣機 有些人沒有接觸過 可能不知道 可是在 我們在大陸旅遊的時候 有些飯店 像 廈門的 希爾頓歡騰 它就有 本身就有 類似這樣的一個洗衣機 那當初是在那邊學到的 我現在就知道了 這洗衣機的操控方式 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們先把這個Power 打開 所以它會秀出來 那這邊有一個轉盤 這一個 這一個可以旋轉 看你要旋轉 你要什麼東西 你要洗衣服 還單 或什麼都在這裡 設定好了之後呢 例如我們現在設定好了 那直接按Power 這個衣服呢 就把它放進去之後 關上 那Power 另外呢 它這邊還會有一些 基本上的一個操控你的設定值 在這裡 那洗衣機呢 就從這邊打開 打開之後從這邊倒進去 從上頭這邊倒進去 從上頭這邊倒進去 就可以完全的看到 它基本上就是 從這邊倒進去 它上面吸水槽有好幾個 那之後蓋上去之後呢 之後按這個 這個Play鍵 這個啟動鍵 按下去之後 之後它就會運轉 那就可以等 這是住在這邊 最方便的地方 以上就跟各位介紹 我們今天住宿的環心飯店 它裡面有附設的洗衣機 就在房間裡面 OK 這是我們住宿的上海環心酒店 它的走道有這麼長 分為兩側 這邊看到的是電梯口 電梯口 那我們這次旅行來上海 在這邊住了三個晚上 都是住在11樓 這個是戶外的景色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電梯口出來 右手邊的戶外景色 旧城區跟新城區交錯在一起 這邊比較特別的就是 我們用餐的地方呢 是要 必須從飯店走出來之後 左轉 再往前走 大概要走個 一百米左右吧 應該還不到一百米 就大概要翻 三座山 五座橋 二十個紅綠燈 左轉右轉 就到了 沒有那麼卡張 看到正前方 會有一個 打著領帶 穿著襯衫 這位先生的那個位置 就是 環心的工作人員 會質疑 住在環心酒店這邊的 客人呢 用餐地點 他是在二樓 借住一間 賣牛肉店的 牛肉火鍋店的 店家 在二樓 等一下還要坐 手舞堤上去 才能到達 我們今天用餐的位置 早餐 在這邊吃了三天 三天的菜車好像都一樣 不好覺得菜車都一樣 ok 用餐嗎 對 用餐 我知道 我在這邊住好多天了 謝謝 感謝 感謝你 往右手邊 那 就坐著手舞堤上去 之後左轉 再左轉之後 右轉就到達 菜車一般 跟 大眾點評上面 所講的 他這間飯店 那這間飯店的 其實如果是 是遊行 住在這間飯店之外 真的很方便 因為他最主要是 有洗衣機 他房間 你要訂那個 有洗衣機的 就是有一個 小型的廚房 那邊有微波爐 還有電視爐 不過沒有波具 反正打算 要在這邊煮東西 後來想想算 有沒有那麼多時間 右轉就到達 好 OK 這邊就是 在炒香 牛夜 這邊 使用 早餐 OK 我們到達 吃早餐的地方了 就是這樣 一位 2013 他早餐菜車 稍微看一下 跟昨天的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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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配備 差異單一定有 還有微量 這邊應該是 肥跟內的 答對了 跟昨天的菜一模一樣 在這邊住了 三個晚上 菜車都一樣 一樣 這一塊 今天吃炒飯 第一天吃炒麵 第二天吃炒麵 第二天吃炒米粉 今天吃炒飯 還是一樣 地瓜跟玉米 那這一鍋就是 我們一般的 稀飯 小菜 都是一樣 大概是這樣 一樣坐這個位置